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背後長出翅膀 衝著重重包圍著身體的繭 飛向廣闊的天空 自由的天堂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走出黑暗 成為真心英雄 令人家處處有愛的蹤影 令一張張的面孔 流露出燦爛的笑容 我有一個夢想 夢想憑信念和希望 編織出一個非傳統的孝石 創造有愛快樂的小小聯合國 世間之事 無奇不有 我希望看見一雙雙會笑的眼睛 希望令到愛和快樂 成為人類往後餘生故事的主族 Namaste 我是Mr.林青 如果還未訂閱Mr.June January 記得按一下訂閱這個鈕 和打開小叮噹通知 免費訂閱這個頻道 以便身體日後的故事發展 傳說 施加茅尼至少就立下了普渡眾生的夢想 當他還是太子的時候 在一次出遊在眾生生老病死 和活在水深火熱的虎藏 果然覺悟到人生的虛幻 就將慈父 叫妻 愛子 和皇位拋開 走入去森山 靜坐在菩提樹下面 故事解脫苦難的方法 又是心中有一個夢想 即將茅尼忍住了斷捨離所帶來的一切痛 戰勝了自己的七情六欲 終於在堅受了痛苦之後 願望成為普渡眾生的佛祖 自從在尼泊以體驗過貧府地區的真實補房 我深深看到旅行不只是旅行 寫寫旅遊網址 分享旅途點滴 捐錢 捐助物資 或者可以暫時幫到有需要的人 然而這個並不能夠解決真正的問題 受人以餘 不如受人以餘 所有看到的、聽到的都只是表象 要真正改善眾生的補房 就必須找出問題的核心所在 根治源頭才能夠治標又治本 只有親自嘗過別人的苦 才能夠體會到別人真實的感受 從而受人以餘 要受人以餘 就必須先成為懂得捉獄的人 探索人生、修正人生的旅程開展之後 所到訪過的地方 確實令我心靈有所成長 亦都獲得啟發 思想創作實相 我的情緒 我的想法 正正地向宇宙散發了頻率和訊號 進而將所想像的東西 一天帶到我面前 生活中的所有事物 無論是消極還是積極的 都被我大哥的思維波動吸引了過來 幾年來所走過的路 到今天仍然百般之味在心頭 在我的認知中 Roy被深深地埋藏在每個人的心底 每個人各自用著不同而有獨特的方式 都會表達對家人的愛 對朋友的愛 對每一夥生命的愛 過去的我不懂事了 對愛的正確表現一知半解 摸不清愛的真正感覺 更加不懂得正確地表達愛 甚至將真情假意混為一談 我告訴自己 幸福是我的天命 我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又連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找到快樂的能力 只有將每個智能的授枝清理乾淨 一切就會重新啟動起來 追尋夢想的路上 需要先做人後做事 處理好情緒 再處理事情 就能夠保持一步步地向前推進 遠大的夢想 總是能夠令人更清楚地認清自己 走出去跳出了舒適圈 隨著夢想的推進 所有過去分類的問題都一一浮現了出來 遇到的人發生的事 令我越來越念解自己 也都越來越清楚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和感受 認清自己的本質 發現自己的優勢 走走走 慢慢就放下傷痛和怨恨 走走走 慢慢就釋放了情緒 走走走 問題也都一個一個敢得獨解決 播下愛的種子 播下愛的種子 勤隨雜草 努力灌溉 施肥 令種子能夠發芽 成為優滅 絕瘡成長 日後就會收穫愛的果實 我知道 一切都是跟隨自己的心靈秘圖實現 跟隨自己不斷的提升 一切細節會更加清晰 Just do it 努力做 堅持做 用心做 一切會越來越好 影響你會與日俱增的同時 世界也會有更多的心靈秘照亮 和吸引更多正能量 以及真正志同到合的人前的結伴同行 只要有決心 堅持墓底 多難的牌都能夠翻盤 三年後 我會創出一番事業 活出自我的人生 並引領我 在黑暗裏面的人一齊走出來 令世界變得更美 現在就全力做好準備 迎接接將羅臨的幸福 好 天天早做到來 要飛出一天際 無面子 但有心 怕書是 無謂 小事的毒性 獨有的一種的禮 任熱血 會帶過一切 從平地 或最低 若非一千米 塵到鼻 都傷心 全靠你 鼓勵 成神的俗法 就算有人會腐毀 無句吧 內處國 入雨勢 誰曾試拒絕在成長 有愛太多思想 潛途將飄兩大廚窗 有悶有你再長 為敬真 為理想 連作無影響 曾經自由自我希望你欣賞 迷途上得燃酒成長 哪處的鳥方 曾流淚冷靜去療傷 哪處變作電腔 滅河在 活拍張 仍然全力唱 來回將風飛翔 去將感動 和唱 全靜默 全靜默 夢到地 會超出 古蹟 遺長子 被炸開 煩惱會 消逝 少少烈泡絲 做有最耀眼的鬼 全沒愧 最美好 盡發揮 誰曾試拒絕在成長 老海太多思想 前途將表兩大廚牆 有滅有你再長 為敬真 為理想 連作無敵下 證明自由自我希望你欣賞 為途上得燃酒成長 我就無聊一向 曾流淚冷靜去療傷 我就一座天強 看我再勿拍張 仍然全力唱 外貴將風飛翔 一空將來 歌唱 雖曾試拒絕在成長 老海太多思想 前途將表兩大廚牆 有滅有你再長 為記者為理想 連作無敵下 沈憶之養之我希望你欣賞 為途上得燃酒成長 我就無聊一向 曾流淚冷靜去療傷 就變做天涼 換喝菜 換拍張 仍然全力唱 外貴將風飛翔 二張入燈 歌唱 好 Namaste 我是Mr.林青 如果故事可以感觸到你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 可以把影片轉發給他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 歡迎點贊 想繼續追看故事劇情的話 就要立刻訂閱這個頻道 當然還可以留言 分享你的感受和經歷 今集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